女人很难管教别人,因为她的感受会从中作梗。 两个礼拜以前,我在伦敦的格雷律师学院讲到, 那里是律师的大本营,我不能够离题, 但是我参加的那场辩论很有意思, 前首席大法官麦凯正在参加辩论, 辩论的题目是耶稣是骗子、疯子还是主? 各位,你们相信吗?我对那场辩论充满了期待。 英国世俗学会的主席,他要深论耶稣是骗子。 伦敦大学的生物教授则是要深论耶稣是疯子, 我则要深论耶稣是主。 在场大约有250位律师,我尽量讲得简单扼要, 你也许有兴趣知道辩论完的投票结果, 支持耶稣是骗子或疯子的各有5%, 15%的人弃权,但是80%的人说耶稣一定是主。 这个结果真是让人惊讶, 这带出了律师圈中流传的一个故事。 故事是说,有一个女人被控谋杀亲夫。 所有的证据、证人还有旁证全指出是他行凶, 但是陪审团却无法达成一致的判决, 于是法官只好采取大多数人的意见, 11个人认为有罪, 一个人则认为无罪, 那11个人是男人, 那唯一的一个是女人。 有人问他, 你为什么不投有罪, 那个女人显然是凶手啊。 这位女陪审员回答说, 我替她觉得好难过, 因为她是个寡妇。 你也许会觉得完全不合逻辑, 但是女人的感受会拦阻她做决定, 各位了解吗? 这个笑话说出了几分事实, 这表示男人确实应该负起管教的责任, 因为管教必须放下个人的感受, 来判断是不是真的应该管教。